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朝阳身边 充满了对于碧青的讨论 本来一个蓝衣人已经够厉害的了 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帮手 再看山上 蓝衣人也加入了战斗 与碧青一起对付剩下的五个人 哼哼 自不了断 这是个好主意啊 你们几个死的时候也可以学习 不过 我不保证你们能有这个时间的 碧青手持炼石杠 对于众人展开了狂拱 叶朝阳在山下 看到他如此癫狂的表现 再一次想到了苏默 这两个人真的是太像了 蓝衣人加上碧青 两人一起进攻 局面立刻变换了 巫统等人很快就只有自保的份了 不断地朝着山下倒退 叶朝阳 在什么地方 碧青对上了巫统立刻就问道 不过因为两人之间的对话 声音没有传到山下 叶朝阳并没有听见 巫统一争 怎么他到这个时候还在找叶朝阳 没当地开口 碧青已经将炼石杠抛出来 照在了他的头顶上方 一股黑气从中溢出 巫统想到之前崔晓明的经历 不寒而立 急忙做法 挤出了五宝金脸 熊熊金脸夜火 抵抗着炼石杠的黑气 叶朝阳站在山下紧张到了极点 一只手隔着口袋 摸着七星龙拳剑的剑柄 刚要冲上去 突然之间 视线之中躲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转头一看 是一面旗帜模样的东西 从山下直接飞了上来 仔细一看 顿石一惊 是之前鬼仪记述的那幅星月奴的画像 鬼仪也看到了这一幕 当场跪在了地上 大声说道 鬼 祖师显灵了 张小涵也跟着丹席跪下 身后那些小门派的弟子紧随其后 陆续跪下 画卷在空中展开 悬停半空 一动也不动 也没有落下来 组成了人像的金粉和珠砂 缓缓脱落 在空中凝聚成了一个人 跟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 只不过只有形状 却没有容貌 叶赵阳用力远望 感觉就像是从手机上看到一个被放大的图像 看到的只是星星点点的像素 这是星月奴 叶赵阳的身边有人问道 这是他的一类神念 云春生说道 身材可以啊 叶赵阳摸着下巴 望着天空中那个巨大的深境 称赞道 既然星月奴的神念来了 他对梧桐也算是放心了 尽管只是星月奴的一类神念 但他必然有办法救他的弟子们 否则的话 他绝对不会显灵 不然当着这么多门人 和依附法术工会人的面子 实在是威信扫地 你竟然敢亵渎神奇 放肆 鬼婆听见了叶赵阳自言自语的嘀咕 出神呵斥道 在这个时代 身材这个词可不流行 但也能想到是什么意思 什么呀 我这是夸奖呢 叶赵阳黑黑一笑 他虽然不认识星月奴 但是对于他 却是没有身边那些法师的那种膜拜的心理 神奇 自己见过的还真不少 别的不说 单就离山老母 遥光仙子这些缠角金仙 哪一个不是神奇 你们下去 空中那一抹星月奴的神念 发出了威严的命令 梧桐等人听见之后不敢恋战 一个个都退了下去 蓝衣人也命令桃花山弟子们不要追赶 不过其实这命令是多余的 桃花山弟子已经被杀的没几个人了 基本上只剩下山河道人这个光杆司令了 活着的弟子不超过三个 蓝衣人迎着星月奴走了过去 碧青也跟了上来 冲着星月奴说道 星月奴 见到我师兄 你还不跪下行李 荒唐 星月奴冷横了一声 人影突然散开 形成了一个万字 朝着蓝衣人就兜头砸下来 蓝衣人做法节俭 高举双手将万字拖住 碧青招来了莲花 花瓣散开之后 每一朵莲花都造成一个字 却是九字真言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围着星月奴所划的万字环绕下来 这一战才是今天的重头戏 山下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 打算看着这个热闹 然而在封顶的四面八方 地上突然冒出了一朵朵的金色莲花 升到半空之中 却又化作金光 形成了一朵铜云般的所在 将三人团团地围在着中间 什么也看不见了 地勇金莲 这可是大乘佛法中最高深的一种啊 云春生吃惊的喃喃自语 叶少阳身表赞同 心中很是震撼 要说星月奴能施展出地勇金莲这一招 他丝毫也不会感到吃惊 但是 现在出现的 这是星月奴的一类神念呢 那么他的本尊 究竟要强到什么样的地步 铜云之中 悄无声息 但是大伙都相信 那三个人一定就是在铜云之中 进行着最为猛烈的战斗 然而事实上 战斗早已经进入了僵持的阶段 星月奴 你的手伸得太长了 李浩然双手托举着腕子 淡淡说道 星牛祖师 我不知道你为何会出现在这 你本该正道混元 跳出三计 人间之事 要与你何干 你既知我是谁 便该知晓 我从人间来 天下道夫二门 皆为我主之后人 我如何看着你入侵人间 你只一个人 两个人 碧星说道 扶摇仙子 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 碧星说道 那又如何 青牛 我称你生祖师 而今这人间 已不再是你的人间 但你既然想管这档子事 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所这一切都为抵抗天结 李浩然冷笑道 哼 应急 现在离天结还远着呢 你怎知道 我往来于轮回之中 能知过去未来 末法时代还在百年之后 你这借口找的 可不怎么样啊 星月奴没有去质疑他的话 说道 即便如此 也当提前运筹 以免到时候多方行动 人间一盘散伤 无力抵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